第一题,第一题到第四题是题主,阅读下列文本并回答一到四题,大黄蜂振动翅膀的频率每秒约130次,而蜜蜂约是每秒225次,在夜晚扰人的蚊子,它们的嗡嗡声振翅频率甚至高达600赫,这些声音都是由翅膀的振动造成气压产生变化而发出的, 而无线电台的发射天线上是由电子振动产生的无线电波,每秒振动可高达960000次,无线电波是电子波的一种,传播速率与光速相同 第一题它是问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A,声波的产生一定要有某个音源振动所引起,这我们上课提过,要有声音必须要有东西振动,或者说急速的振动 同时要有介质传播,所以选项A正确 选项B,人耳可以听到蜜蜂震刺声,人耳听觉的范围是20到20000赫 前面的提案说,蜜蜂的振动频率是每秒225次,也就是225赫,是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听得到蜜蜂的震刺声,选项B是对的 选项C,声波不只是可以由空气传播,也可以由振动的桌面传播,这个是对的 传播的介质可以是固态,可以是液态,可以是气态 我们请同学背,我们传播的声音的快慢是固体大于液体大于气体 所以选项C正确 选项猪,蚊子必须飞进耳畔才能听到嗡嗡声,是因为其频率太低的关系 不是的,我们的蚊子的振动频率已经达到了600赫 所以是我们在人耳听觉范围之内 我们听不到的是它离我们比较远的时候,声音比较小声 也就是所谓的响度比较小,音量比较小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因此第一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蚊子必须飞进耳畔才能听到嗡嗡声 是因为其频率太低的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